创业英雄会 实败的真诚和优秀的一面 彼此吸引达成现场的签约意向 希望今天晚上的创业者们准备好 在我身后 12位投资人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他们 今天晚上来到创业英雄会舞台的 两位创业助战团的嘉宾是 亚捷商会会长徐锦红 欢迎徐会长 知名财经评论员叶谭 欢迎叶女士 爱美之心人节有之 尤其是女性 你看在这个童话故事里 白雪公主的后妈 就有一个魔镜 总能告诉她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 反正不是她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创业者 也带来一块魔镜 她倒是不能告诉你 世界上最美的人是谁 但是她可以让照镜子的人变美 欢迎她 想要保养皮肤 却不懂专业政策的手法 糟糕的光线让你上妆不均匀 总是有几道灰色的阴影 变美真的由你想象中那么难吗 大家好 我是张俭 今天带来的项目是美妆魔镜 可能很多女生跟视频有一样的困惑 梳妆光源不佳 导日妆容不如意 还有那些对护肤化妆技巧了解甚少的女性 找不到合适的教程 所以基于这些痛点 我们团队面聊了500个女性目标受众 通过这个产品变美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诉求 我们团队利用我们的镜面显示技术 和我们的软件硬件开发 开发了这款令人变美的魔镜 这款镜子呢 它是在梳妆台场景 平时与正常镜子无异 当您触控一个按键的时候 周围的光圈得到亮起 同时那面屏也得到酷炫的呈现 那么这时 这面魔镜就打开了 让你变美的三重门 第一重门 光源之门 我们的光学设计媲美日光 高度的还原日光 不至于让那些 因为化妆环境特别暗的女生 出门才发现脸涂得太白了 我们的灯带的选择 采用了最高的显色指数 显色指数的录用 可以区别最细微颜色的差异 这样在口红 眉线等色号的选择 提供合理的建议 我们甚至还可以模拟光源 当女性需要参加一个烛光晚宴 我们会给你一个模拟的昏黄的灯 您在这个光源下画的妆 就是晚上呈现的状态 所以我们打造了最优质的光源 就是给你一个明星级的化妆间 第二层门 智能之门 我们的镜子可以呈现室内外的环境数据 比如当室内湿度降低 可以提示室内环境干了 让你及时给皮肤最佳的滋润 第二天的紫外线强度佳 提醒你注意防晒 第三层门 降薪之门 我们的玻璃可以防暴 我们在灯穴的光学设计上 绿掉了一定的蓝光和屏闪 一点也不伤眼 我们目前获得了17项的专利技术 我们还和知名的代工品牌商 签订了百万级的代工订单 我们今天的融资目标是800万 出让股权10% 智能美妆镜 一面可以教你变美的魔镜 谢谢大家 欢迎 欢迎张姐 主任你好 我真没想到 这么一款产品 出自一个难创业者的手 对 所以我们才去做大量的市场调查 准确地去反顾到运户的心理需求 这是我们实施做事的态度 这镜子到底多有魔力 咱们得体验一下对不对 好 我今天也带来了 然后尤其我的小伙伴把它戴上来 我想邀请一位投资人上来 近级率观察这面魔镜 不知道谁有兴趣 好 我们请吴志勇身后的郭子清 来 郭总 化妆的时候对这个镜子的要求 大概有多高 还是挺高的 所以刚才他录演的时候那些内容 在第一感觉上吸引你吗 吸引 吸引啊 尤其是他说这个面部轮廓可以识别啊 就是有时候涂一些化妆品之后 做按摩的时候 那个角度实际上是很难把握的 如果这上面能够成像一个反向的图像 会特别好 那就开始吧 首先这个镜子可以收集到环境数据 我们有一个传感器 可以知道室内的温湿度 我们通过网上数据的抓取 可以收到一些环境数据 所以包括湿度 温度 第二天的紫外线 各种防晒指数我们都有提供 此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美妆私教的概念 周三的晚上 当您对着这个镜子卸妆之后 镜子除了告诉您 环境湿度降低太干了 您要补水之外 它还提醒你是不是要粗面膜 它还会叫你 你要不要跟我做一个 去黑眼圈或去眼角细纹的 专业的手法槽 就像这种展示 您可以对着这个专业的手法 做这样的护肤的技巧 很不错 还有一个视频的教学手法 我们还有大量的内容海量更新 比如说怎么盘头发 怎么去画最流行的眉线 各种一些胶装的tips的技巧 是足以让女生们心动的 比如很多女生在梳妆的时候 她可能要听一个有声书 她可能要关心自己的穿搭技巧 她甚至会关心自己的生理区状态 我们不再去一味地要求 我们的用户受众 去不断地找手机 解锁手机 翻手机 调用任何应用 你们女生在梳妆台前面干这么多事呢 毕竟她占用了女生 每天至少20分钟的时间 是这样吗 如果她能够集成很多的功能 让我可以少看手机 少看加湿器上的 那个温度和湿度显示 我倒更愿意看镜子 当你梳妆不需要这个内容的输出 可以按键 它就会恢复到正常的镜子 这时候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灯带 就高亮度的还原光 如果对着近处比较细节来看 会能清晰呈现所有脸上的细节 这个是直接可以触屏的形式 调节光的强度 我们的光源是可以无极调光的 从最亮到最暗 挑一个你最舒适的亮度 光总您可以体验一下 清晰度还是非常高的 你不问多少钱一个吗 我想问 一般市面上存量市场 只有一圈灯 非智能的镜子 三百到一千不等 我们有智能有评 有内容有更新 我们第一批价格只卖了六百度 几千面一经上市 火爆售庆 准备下手吧 可以附送很多个 谢谢 谢谢郭子谦 谢谢郭总 好 这面魔镜的项目 到底品项如何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你们现在卖出去都哪些女性在买 我们团队定义了一个概念 叫Y12 是年轻那个单词 18到30岁 上大学四年 工作八年 这是Y12群体 年轻的群体 我们认为Y12的后四年 也就是26岁到30岁的群体 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皮肤状况和变老 产生焦虑感 他们会用钱去换一些美丽 比如去理发店 美容院 医美去花一些套餐 所以这是我们核心去打击一个群体 你一直强调女性在用 而且是年轻女性 把我们这种都排出在外了 把男性也排出在外了 这个为什么不是这个男性 送他的女朋友 五六百块钱 大学生又送得起 任何公司在初创阶段 获得的种子用户 一定是核心的使用用户 而不是是惊人手送的礼物 那礼物的概念和核心的使用价值 就混淆了 我们知道掌握核心用户 才会有价值 我非常喜欢你这个项目 虽然我本人一直是 做高科技的产品 但是对消费升级 我相信已经具有巨大的市场 而且你找这个场景很特殊 梳妆台 当一个爆品产生的时候 会有大量的竞争者心的涌入 那我想问你 你怎么保持 你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的 目前已经做到的这个优势 首先这面镜子看似简单 但其实它非常重 它要涉及到设计 供应链 硬件 软件 所以这个团队本身的出身和支撑力 要足够的强劲 然后我们公司还有一个镜子镀膜的专利 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会做到最优秀的镜面显示 和最小的色差 所以我们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门槛壁 其次我们的团队的想法是 我们初期把产品做出来 他们赶上来的时候 我们供应链已经整理完成 他们供应链整理完成之后 我们的内容生态已经建立 这是我们的阶段性的战略打法 非常好 看好你啊 好 谢谢两位 张检带来的项目 各位投资人是否有投资意向 现在请表决 我觉得这个打市场的需求痛点太散乱 就各个方面你多想解决 而各个方面的解决的这个需求的专业性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认为这个在商业核心的价值塑造上还不太清晰 我觉得核心的就是壁垒不是特别高 很容易被现在在智能硬件领域当中 做的非常优秀的企业给截糊了 要去读你的这个融资的能力 以及和这些巨头博弈的能力 其实这个挑战也是蛮大的 我觉得风险很高 从护肤和焦装这两个领域的气氛来看 从护肤的角度 所要开发的内容是不是足够多 还是说有大概100个左右的短视频就已经到头了 固定的部位固定的节奏 固定的频率专业的手法 在脸上可以呈现的 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需要有一个人去监督它去做 这面镜子的智能提醒功能和它排的课程表 在小程序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闭环体验 这是我们现在做到的 那另外一条路美妆这个细分呢 它所呈现的内容的数量是不是数十倍予护肤的这种说法 对的 您买了这面镜的之后 我是关心瘦脸 还是关心几个部位的一个优化 所以会定向一个推送 甚至可以通过小程序细分复杂的操作 分流到手机上 你刚才有提到说你镀膜这块是有一个特殊的专利 尤其你说到应用到这个车载的玻璃和防眩光的这个功能 是有怎么样的考虑 这种镀膜满足三个条件 可以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可以透过镜子看到后面的显示 可以有更好的触控和显示体验 考不考虑过 这个送这个镜子将来在里面卖一些美妆啊 或者是卖一些美容的产品啊 我们考虑过 但是企业在初期的药益要活下去 要认为这个产品卖得出去 以后才能送得出去 别被赵总那个给你带偏了 他这个是出了一个收入业 老实想用了互联网 所谓的这个互联网思维的免费模式 去烧钱去送 然后再去支撑你的运营啊赚钱 做初创企业 一定要先活下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别听他的 我们接下去的一段话 让你这家公司从八千万变成十个亿 你相不相信 我很期待 贾总 也相信 我给你一个心脏 因为我最近投了蛮多的视觉的AI 我非常需要人脸 我们外面摄像头找人脸还清晰度不够 你这些女性的脸每天这么仔细地看 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这里面有多少数据 我觉得我看上你了 这公司会变成一个真正的魔镜 当他有了这个芯片 当他有了这个心脏 真正的魔镜会诞生 谢谢大总 我也期待着 用我们的技术 去改变现在又 不完善的用户体验 这也就是我们做产品人的一个初心 好 来 张姐今天带来的项目融资目标是多少 800万释放10%的股权 来 现在各位投资人请出价 重泽 宏信 苏妍800万 七点创投 扎丽800万 安隆基金 赵春林500万 海担亚洲 杜海涛400万 特异资本 郭子清300万 五位投资人出价 选择两位进入下一轮 那我选扎总和苏总 好 扎丽 苏妍 出足额的两位进入下一轮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30秒 计时开始 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跨界 所以你说在这个领域里边 很多的这种帮助 目前还不能说 但是你这个项目很打动我 因为我感到了你讲的描述的 你真的能把这个智能 这两个在你未来的产品完善之后 你目前的价值 确实是远远不止这么一个数 所以我作为一个 之前不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人来说 我发现了你这个机会 我也愿意 我现在有一块芯片 可以成为你的魔镜的心脏 所以我愿意把它给你 还愿意给你更多的钱 谢谢 还愿意给你更多的钱呢 来 两位助战嘉宾 选谁 选谁 你们其实营销团队实力是比较强的 你们不缺这个 你们缺的是心脏 所以我选渣总 我也推荐渣总 但是呢 我想提醒创业者 不管渣总多么的激动 给你多少建议 你一定要转成你自己的思维 才能够把它做下去 好 现场的观众 如果你是创业者 你选谁 请投票 张总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现在先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选择跟谁合作 五秒钟之后 告诉我们 计时开始 我选择扎总 好 恭喜扎丽先生 当然谢谢苏妍 恭喜他们 他心系家乡 希望家乡的孩子 都能学到更多知识 能打动现场投资人吗 改变人的 非得是那种 惊天冬地的大事吗 这种点点地的小事 难道不能做吗 我们投钱是需要回报 它拥有特别强大的 使命感和责任心 受人以愚 你还受之以愚 我觉得很好 你好 我赞 观众朋友们 现在在屏幕下方 看到的二维码 就是我们创业英雄会的 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 扫描它 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 您就可以在手机端 轻松地完成报名流程 以及了解这个节目 更多的相关的信息 我相信很多人去过新疆 没去过也很神往 但是在那里生活的人们 和我们的感受 也许会有些许的不同 他们更了解当地的 风土人情 以及生活水平 所以接下来的 这位创业者带来的项目 不仅要让新疆 在人们的印象中美好 还要让在新疆生活的 那些需要关注的人 他们的生活状态 也变得越来越好 欢迎他 我就是现实版的阿干 如果不是因为读书 我可能现在还在帮家里还债 我叫兰家平 出生在新疆塔城市的 一个农民家庭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做一名教师 可是在我14岁那年 父亲一病不起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年幼的我 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高考两次都落榜 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 母亲跟我说 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终于我如愿考上了大学 在一次留守儿童的公益支教活动时 我从这些 无法继续学业孩子们的眼睛里 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 那一刻 我下定决心 要为家乡的孩子们做点什么 因为唯有知识 才能改变命运 大家好 我叫兰家平 我今天带来的项目是 春牙学堂 优学教育综合体 新疆地域辽阔 少数民族众多 各地州的文化差异巨大 所以其他省份的教育模式 和教学内容 并不一定完全适合 新疆的孩子们 这就给新疆教育品牌 留下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我们了解新疆的风土人情 和教育市场需求 过去的两年 通过搭建平台 做教育综合体 我们为创业者对接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创业者们集中运营 我们的平台 一共有四大优势 首先是我们会选取 当地闲职的物业 我们和当地一些 入住率不高的商场 和写字楼合作 以较低的成本 拿下场地 帮助他们盘活 闲职的空间 第二 我们会领选 全球优质的教育资源 通过推介会的方式 对接给新疆 想创业 但是又苦于 没有创业经验的创业者们 当项目在平台落成 我们会对入住的机构 进行统一的管理 让创业者 有更多的精力 专注在自己的教学领域 帮助他们减轻了负担 降低了成本 提升了整体的运营效率 第三 我们会开发线上平台 我们目前 与国内知名的 教育企业合作 购买线上资源 让本地的教师 进行课堂管理 利用线上 名师家 线下助教的模式 让身在边疆的孩子们 也能通过互联网 接触到全国 乃至全球的 名师课堂 第四 我们与本土 五所高校合作 签订了就业实习基地 每年能够提供 110个勤工助学岗位 汇集师范类 管理类的 本科以上人才 300余人 能够源源不断地 给综合体输送人才 目前平台 承载的教育机构 有7家 覆盖的学员 有1100人 年营收920万 孵化小微型 教育创业项目 5个 我们本次计划 融资300万 出让股权10% 我们希望用知识 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谢谢大家 欢迎 欢迎蓝嘉评 好 谢谢 这是一个平台 这平台怎么运营呢 我甚至其实想要做好一个教育项目 其实需要面临很多的困难 我举个例子吧 我们平台上有一个 离异的单亲妈妈 卖了在广州的房子 回到新疆去创业了 想把好的早教资源带回去 但是呢 因为资源有限 租了房 没有钱装修 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管理 所以呢 2016年通过我们的平台 拿到了800平米的一个教学场地 通过我们的集中运营管理 降低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 然后呢 经过我们的人才输送 他现在有了一个 非常精良的教师队伍 那么现在呢 他已经是300个孩子的 园长妈妈了 他常说 下一个优学教育综合体走到哪里 他的早教中心就开到哪里 这是我们能做的 也是我们想看到的 所以你帮助的都是那些 教育类的项目 是的 你不是直接帮助受教育者 你是帮助那些失教的人 我们是希望帮助这些 小微型的教育创业者项目 能够越来越珍规地去办学 与此同时给他们提供 一站式的创业解决方案 这也是在给当地的孩子们 提供更多的资源 对接更好的教育平台 你是给别人提供 创业解决方案的 好 今天到这来融资 你给自己设计好 创业解决方案了吗 设定好了 好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我想 你除了对你的这些情怀 对未来教育 你对于教育的这种热爱 你在商业的进展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新疆呢 一共有75亿的一个教育培训市场 目前呢 这个市场还在以20%的速度递增 那么目前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市场上是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的 那么对于一线城市的综合体进入 三四线城市 其实还是有一个空窗期的 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空窗期 能够尽快地成长起来 你的这个收入是学费吗 我刚说的是三点 第一点是我们自营项目 因为我有一个自营的培训学校 第二点是我们投资的这些 小微型的教育创业项目的利润分红 第三就是我们基于我们这个平台 流量上的一些增值服务 我看你2012年就开始 办一个私俗培训班了 是的 是的 当时赚到第一笔钱 你是拿来干嘛用的 我当时赚到的这第一笔钱 其实是寄回给当年 做公益的这些山区里的孩子们了 因为我特别不想让他们 就这样放弃学业了 然后留下了一点钱 就继续做这个教育事业 这是我做教育的一个初心吧 我给大家分享这么两个小故事吧 第一个是我孩子们在山路上的合照 第二个是我在给这个小女孩洗头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 2012年是个非常普通的夏天 但是那个夏天 教会了我一件事情 叫做责任感 我去那边支教的时候 我们是每天是八点钟上课 孩子们七点钟就来了 他们非常非常珍惜 每一天能够来上课的这个机会 但是当你问孩子们说 你以后长大了想做什么的时候 孩子的答案回答是 我想去打工 因为我要把读书的机会 让给我的弟弟妹妹 课间的时候呢 会和孩子们做游戏互动 就是照片中这个小女孩 她用她的小手隔空摸着我的裙子 对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老师 你这个裙子应该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裙子吧 您知道她为什么会隔着空 不敢直接摸我的裙子吗 主持人您知道她为什么 不敢直接摸我的裙子吗 她怕摸坏了 是因为当地的卫生条件真的太差了 孩子们每天要做饭 劈柴 带弟弟妹妹 卫生条件差 头上长了狮子 小手非常的粗糙 很脏 她怕把我的裙子摸脏了 在这些孩子看来 她不值得更美好的东西 所以那一刻让我感觉到了一个责任感 我在读书之前 一直是别人在资助我 我能不能有一天去帮助别人呢 改变人的 非得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吗 这种点点滴滴的小事难道不能做吗 所以从那一天起 我们去支教的心态也变了 我们就开始给孩子们洗头 改善当地的卫生条件 其实那天走之前 跟孩子们拍了一张合照 那天下着稀里里里的小雨 其实我们是很难面对这个分别 因为我们心里很难过 长期的相处 我们之间产生了很浓厚的感情 离开的时候 孩子们追着我们的车 向我们的车挥手 那段从村子开到城市的这段路 很久很久 我仿佛把我从小长大的这个旅程 又走了一遍 我当时在想 如果我当初没有因为坚持读书 我现在在做什么呢 所以当时我回到大学以后 就选择了保送研究生 然后就做了一个小辅导班 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后就继续投入到 这个教育事业上来了 听得很感动 非常好 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创业者 只有他拥有 特别强大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才真正到最终 因为赚一笔钱 或者做一个生意是一件事 真正地把一项事业 真正地创业着走下去 其实是真的需要有这样的责任 好 谢谢两位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看得出来 咱家屏过去的这个经历 印象深刻 跟孩子们接触的这个过程 触动你的心灵 这个项目 各位投资人是否有投资意向 现在请表决 我们投钱是需要回报 但是听到你这个回报 最后是从学费里边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很难出手 我担心这个基金会把你带偏了 我觉得你应该跟这些投资人 管他们要钱 让他们捐钱 不应该让他们来投钱 就是有一个场地 然后给这些来做创业的一些教育企业 提供一些场地的租金 从我们这样财务投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确实不太符合这种风险投资的 这种基金的这种标准 我顺用就灭灯了 仅仅只是物理空间上的堆叠 确实是没有竞争力 这也是很多教育综合体没有盈利 也没有跑出来的一个原因 其次我个人觉得 它应该是一个重运营的事 包括从前期项目的选择 到入住项目的临选 直到后期人财务的整体的一个运营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那些创业者会需要你的帮助呢 当那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 那就说明他们还不到创业的时间点上 是这样的 咱们的民办教育创业者 需要在正规的场地里去办学 那么很多在咱们小城市 去办学的这个民办教育人 其实都在民房里面 资质差 环境差 那么与其让他们这样创业 不如让他们走上一条正规办学之路 当然我们知道 小平帽其实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 有没有做过财务的模型 就是您现在这个长期的投入 是不是能够开会掉 未来这一块的原因 是完全可以 当时的话 我是负债了50万做的 这个教育综合体 在我把这个教育综合体拿下来 装修设计完成之后 我在两个月的时间内 就把它全部招商出去了 大家现在对咱们的这个 教育综合体 其实是有误区的 总觉得我把房子租出去就够了 其实为了能够让这个 教育综合体处于一种 良性竞争的状态 当你的品牌拉力 或者是你的企业很小的时候 招聘是很难的 所有人集中在一个综合体里面 你的企业组还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现在去谈这些合作 去招聘 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人才输送这一块 就起码不会担心了 我帮着你再回答一下 就是刚才投资人问这问题 我理解你现在做的事情 实际上是一个教育的渠道品牌 你也可以放很多的 其他的这个子的这种教育品牌 然后你是用房屋 包括这种你自己做学校 积累下来这种运营经验 你把它赋能进来 然后你帮助这些 小的这种代理商也好 还是教育创业者 想在这个新疆做教育的 然后你帮他们来赋能 我理解你是想这样做 对吧 对 我觉得我觉得这种思路 我认为是OK的 就是你受人以余 你还受之以余 我觉得很好 今后再开第三个 第四个这种综合体的时候 你怎么去能保证得了 在他们这种大范围的情况之下 你的管理效率都能够跟得上 现在我们这个2000平的 教育综合体 已经运营得非常成熟了 现在他们每一天 都在逼着我问我 下一个优学教育综合体 什么时候开 他们随时能做好准备 这创业者非常不一样 它来自一个石盒子 它在一个价值的低挖 在一个缺乏投资 缺乏创业者 缺乏资源的地方 他做到今天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我在想这个情景 我们住在一线城市的 这些创业者 一线城市的投资人 可能也到时候了 咱们去看看那边的机会 我觉得那边是架着低挖 是我们更值得去投资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这个创业者 从他的内心 从他的故事 从他的经历 从他今天所做的东西 他已经很成熟了 挺好的 谢谢张总 谢谢张总 好 今天带来的融资目标是什么 300万 出让股权10% 各位投资人请出价 人行资本张志勇300万 起点创投扎力300万 贺义资本郭子清100万 三位投资人里选择两位 进入下一轮 扎总 张总 好 扎力张志勇进入下一轮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30秒计时 开始 其实从我的那个基金的投向 你这个项目不符合 但是我为什么愿意投呢 首先第一的话呢 你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是已经探讨出来了 第二的话 我自己参与的一个 负贫教育基金会 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帮助到你 所以到时候 请红老师我们可以一块合作 好 谢谢 我对教育呢 也有个情节 因为我 因为某些原因 我大学最后是被开除的 所以我一直想将来能够 有一所学校 是没有地域差别的 没有人的经济情况差别的 没有校门的 也许这个项目 也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 他们两个推荐一位吧 我投的是张志勇 张总 我看他投资的项目里边 有教育 有互联网 这个对你来说是有用的 第二个呢 在人员的扩张和营销方面 他能够派得上用处 这个他会提供很大的支撑 刚才张志勇呢 说了一句话 说他看到了你的项目的商业模式 也就是说他不仅是情怀 他还相信 你做的这个事业 对商业的加持 所以如果让我建议你 选张志勇 来 现场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创业者 那么这两位投资人 你选择谁跟你合作 请投票 张志勇领先的这个知识率比较高 当然两位驻战嘉宾都推荐他了 到底选择跟谁合作 自己来选择 好 现在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好 五秒钟倒计时 然后告诉我们选择 跟哪位投资人合作 计时开始 跟谁合作 张总 好 恭喜张志勇 当然感谢扎先生的情怀 再次恭喜他们 把优质的教育资源 带到我们的新疆地区 小小实验箱 创业者号称能做一千多种实验 自信满满的他 能获得投资人的肯定吗 模拟特定的 非常规状态的环境 来达到各种实验的要求 我觉得你二十岁 这个不务正业已久 你是在做一个商业项目 不是在做一个情怀 我已经决定不投了 这个市场被你做死了 观众朋友们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创业英雄会的 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找到很多 跟节目有关的最新的资讯 以及电子报名表格 把您的创业项目填到表格里 如果经过了筛选 这个舞台您就可以来了 说到这个上学时的记忆 很多人一定会想到 相应的很多场景 老师提问答不出来 或者考了一个高分 您还记得您上学的时候 做实验 那是个什么样子吗 有很多实验 很新奇 很有趣 但操作起来又有点复杂 动手能力 有点要求 当然有一些实验 它带有危险性 所以老师在实验之前 总是千叮咛万嘱咐 有的实验 就因为危险和复杂 有些学校条件不够 就被迫取消了 学生们就体验不到 那个科学带来的乐趣 接下来的这位创业者 他用一个神奇的盒子 解决了这一切烦恼 怎么做到的 欢迎他 大家好 我是刘广财 今天我带来的项目 是智能实验箱 目前中小学的实验室 大多是专科专用 而且设备器材 老旧繁多 价格较高 缺乏创造性 实验的操作的安全性 也是老师和家长们 作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某些偏远地区的孩子 连最简单的实验 都无法完成 可见 如此的实验条件 满足学生的课内实验 已比较吃力 如果想满足学生的课外实验 更是难上加难 那么我们为了满足 中小学生 对于这个实验的要求 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 我们研发了 我们这一款智能实验箱 它是一款 长65厘米 宽40厘米 高50厘米的 移动的智能实验箱 它大小相当于一个 28寸的行李箱 方便移动 我们是通过这个实验箱 来模拟特定的 这个生态的环境 来达到各种实验的要求 同时通过我们的 手机终端的平台 对实验箱进行 远程的数据采集 与实时的检测操控 你的实验箱有四大核心优势 首先我们通过特定生态模拟技术 从温度 湿度 光照 通风 等多个维度 对生态环境进行还原 模拟这个特定的实验 所需的环境 同时我们可以模拟 像无菌 无氧 土壤 地下等 特殊环境来满足这个实验 我们与人工智能相结合 实现智能的全方位的协调 同时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 实现实验教学 实现虚拟与现实的 全方位体验 有的时候实验 坐着坐着 时间长带不走 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实验箱 在断电情况下 搬运 保持6至8小时的工作状态 稳定 不会被破坏 可以保证实验的进行 其三 我们的实验箱 操作安全又保障 密闭功能性强 在断电期间 依然可以保持 隔绝环境下操作 远程数据采集与控制 防暴 防有毒气体泄漏 气体过滤 等关键的功能 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么我们建立了 我们的手机中的平台 可以让家长 辅助学生 在家里观看 这个实验的过程 也可以远程操控 进行调节 实时地观察 你做的这个实验 就是你放学回家之后 我们也可以轻松地 看到我们做的这个实验 到底处于 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目前可以完成 四个学科门类 生物 物理 化学 科学 1242种实验 同时我们已经获得 三项国家 实用信仰专利 同时一项发明专利 和一项实用信仰专利 正在申请之中 本次我们融资 三百万 出浪股权百分之二持 智能实验箱 让孩子们用双手 去创造知识 谢谢各位 欢迎 欢迎刘文台 欢迎 欢迎 智能实验箱 让我们看看 好 有请我的小伙伴 把我的箱子搬下来 好 我们目前带来的是一个样品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这个比较危险的 这个闪电实验 因为人们以前 对这个天空中的闪电 是比较有好奇的 但是无法去触碰到它 课本之中呢 也有非常多的 这个关于电学的知识 但是无法去操作的 因为它太危险了 所以它很危险 对 那我们应该请一个 投资人来体验一下 对对 有请一位投资人老师 进去观摩一下这个闪电 好 丰厚资本吴志勇 吴志勇 就是一个 明知山洋虎 偏向虎山行的人 那我们进行放电实验 因为前天说 这个东西声音比较大 今天是因为 我们运输途中 从我们从外地过来嘛 手段有限 怕发生任何意外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 精密的电子设备 已经全部都拆除了 就是直观感受一下 这个闪电的实验 闪开 小心电着你 对 这就是我们闪电 一个放电的过程 同时我们这个实验箱 它的移动很简单 就是这样 你搬运它 无论你怎么搬运它 它是不会断电的 同时 同时你看我现在操作 它是有安全保障的 这个你无论怎么去调节它 它是有一个安全的 闭锁装置 调节它 它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你像有些小孩子 他不听老师的讲话 他就愿意去碰 一碰吧 他就被电着了 对吧 所以非常危险 这个电是不是认人啊 让陆一鸣试一下就知道了 来来来 主流 这是你要投的项目 你要亲自体验一下产品 有什么技巧吗 你看这个调皮的同学 他知道两只手电会停 他就伸一只手 这不行 它感应器在这边 所以只要感应器了 我一只手就可以了 对 它自动断电了 这个实验箱 你只给我们演示了一个放电的 这个闪电的这么一个实验 那这个可能架子就要打折扣了 所以你再告诉我 你这个到底能做多少实验 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把它分为大块 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这个豆芽的这个各种状态下的生长 这个是一个 它是植物生长类的 我们也做过这个铁精生锈啊等一系列的物质变化的这种实验 都可以在这个箱子里完成 对 智能实验箱的产品的话 你的核心的技术的门槛 或你的附加值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核心在于我们这个控制技术的调校 比如说它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 风力或者是湿度啊 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我们内部是有芯片的嘛 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产生的效果 把它的数据采取上去之后呢 然后精确到多少一个度 然后把它重新反馈回来之后 它自动内部调节了嘛 要不然它的箱体会受外部的这个温度湿度 我明白了 所以这个箱子可以模拟很多实验条件 对 在这一个箱子里实现 温度啊 湿度啊 光照啊 至于这个安全保护 那只是它的一个初级的能力的展现 对 好 谢谢吴志勇 谢谢 好 我们马上进入项目诊断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大三学生创业的项目 徐总 我记得你以前好像对这个大学生创业 有一个自己的态度 是吧 我觉得创业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了 还应该还是一种精神 也是一种这个锻炼 也是一种文化 就这个项目而言 确实项目本身和前两个项目比较 我还没有看出它太多的远景 因为如果你要作为创业 第一 就你东西要好 这个产品真正的高质量 真正的市场有需求 第二 你的成本低 比现有的同样的产品 你要成本降下来 第三 你的效率高 改变和进化要不断地进行 那第四就是市场 你的传播要是真正的快和广 而且被客户认可 你的市场主要对准的中小学 那你有没有调研中小学 对你这个东西的需求到底有没有 我们做的这个东西 跟别的教育项目有什么不同呢 别的教育项目是在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上做的一些改进 而我们做的这个项目是用手去做 就是用手去体验 真正用自己的双手 让他们去创造知识 你回答我一下 这个东西未来谁来买 这个东西未来我们的目标客户 主要就是针对中小学 所以你再了解学生需求什么 那你现在了不了解你面对的市场 今天对于它实验条件的改革 有多大的空间 或者有多大的需求 如果你做出来没人买 没有学校来采购 你这事不就等于零了吗 你是在做一个商业项目 不是在做一个情怀 因为我们做过系统的市场调研和分析 目前全国的中小学一共是37万余家 那么我们这个东西 说实话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就是学校采购的项目 而是给学生用的 有利于学校对学生教育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持续的提高 你说的都对 就是我实际上一直在告诉你 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跑没跑过市场 有没有学校有意愿要买你的 对我们自己的母校做过市场调研 让学生去动手做这个实验 我们是一个集成化的东西 就是我们集成之后在做的智能的调控 所以说我们可以顶非常多的仪器 甚至顶市面上四五台的仪器 这样的样子 可以在这个程度上节省一定的成本 我只能祝福你 保持你这样的精神 向前闯大 谢谢老师 你真的是20岁吗 我20岁 我98年的 哇真的 20岁 我觉得你20岁 这个不务正业已久 2014年7月份开始进淘宝店 然后就卖一些东西 然后去读大学 老师您说这个不务正业 其实我不务正业比您说的还要久 我是因为做东西总要有资本的对吧 所以说资本不算多吧 也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是自己去导卖一些玩具 给同学或者是一些文具 小学就干这个事情 然后初中做大一点 就做那个稍微赚钱多一点 所以说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本科学的就是市场营销 那么我觉得这是我对我学业的一种实践 在以前做这种生意的过程当中 是赢面多还是赎面多 赢面多 对 因为我这个人好像对营销有点小天赋 那些小东西没怎么收拾赔过钱 我现在看你里边有很多人 就是有35个人 每个月这些都是你的同学老师 对 都是你一手把它们组一个局 组起来的 是你做的 对 你这个实验盒的话 确实外观一般般 这样的一个实验盒 能够推销多少台出去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盒 目前肯定不能向市场推广 我们的大学生创意的现状 大家也都清楚 难就难在 缺钱 缺经验 缺资源 都缺 什么都缺 我只能利用我现在身边这些 已有的资源去做这些事情 即使今天没有一个企业家愿意投我 我也希望就是说 以后他能带我更多的学习 因为毕竟我年龄并不是特别大嘛 所以说日后学习的机会还非常多 我鼓励你20岁的年纪 到了央视创业英雄会 然后来推广自己 然后结识那么多人 这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 我们来梳理一下 你发现有些学校 出于成本的考虑 出于条件达不到 所以你和你的同学们 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盒 说你们不用担心了 有我这盒 你的好多实验 以前不做了 现在都可以做了 是不是这个初衷 对啊 就是让他们亲自能够感受一下 做实验的这种感觉 好 刘广财 这个项目 各位投资人 是否有投资意向 请投票 吴志勇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 说句实话 这个项目在我心目中已经 已经这个 我已经决定不投了 但是为什么留灯呢 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创业者 我觉得我在想 我20岁的时候 如果让我站在台上 我绝对投 这个腿都是抖的 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创业者 刚才在脑子里面就在想 再过15年 如果拉出今天的这个录像来放的话 可能真的 他在我们面前可能就是一个 石一柱一个马云 但今天这个产品确实 从商品化来讲 就可拿去销售 拿来用 它的使用性能来讲 你的太远太远了 这个产品很可能就不是你以后 要创业做的一个东西 所以是你创业路上一个经验的积累而已 好 谢谢 能做1200多种实验 这只是一个理论值 还是你们都特别详细地去论证了 我看你团队人现在已经非常多了 而只是做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箱子 还是有很多的箱子已经都做出来了 我其实很熟悉一家公司 是一家日本的公司 它就把很多的小的实验 做成一个一个小的玩具 可以寄通到家里面 就很多我们在学校里面 很难体验到的实验 它每个月给你寄一套过来 这样就把学校可能几年下来 把学校很多的实验 都可以在家里做 我对这样的东西还是挺认可的 我们是分大类论证的 就是说这个实验归属于哪一类 它的相似实验有多少 然后我们挑出一两个 比较典型的来做 这个技术我们是研究了挺长时间的了 我们没有很好的工艺和资金去解决 所以说看起来比较low 你刚才可能没听清楚 孙总的那个建议 我们说低频次消费产品 一般需要是高价值 或者是市场空间巨大的 这个东西单价又不高 然后一次性购买 也没有后续的服务 也没有后续的更新 你其实是把自己 这个市场被你做死了 所以你应该做一些高频次的 更加有意思有趣的 这些产品 这个市场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谢谢老师 我们是这个项目后续 是有我们的相应计划的 我们就打算在一定区域内 建立我们的体验中心 然后通过体验中心 来进行后续的服务 还有它耗材的相关的配送 和服务的营销 你可以把自己定位一个 做这种定制开发的 个性化的 有用户找需求 你有1000多种目录 是吧 你做一个目录定制的 它要那种 我给你现做 这样的话 它对你产品的这种标准化 包括外观 要求会很低 对你整个公司的运营 也会低一些 可今天站在这里 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给大家这么充分地展示 这本身就是一个能力 将来你只要愿意 持续创业 我就有投资的意向 谢谢老师 看中创业者了 我相信在中国 在教育部下面 这些学校里面 根据这个教育大纲 做的实验 在很多学校里面 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的 是不是一定会用你的这个 移动的 小的这些秀针的实验盒子 我个人觉得这个 可能还要值得探讨 但是我非常欣赏你 也许你还会有一次飞跃 这次飞跃会让你达到 你真正应该达到那个目标 好嘞 谢谢老师 来 刘广涛今天带来的项目 融资目标是多少 300万 出让20%的股权 好 各位投资人 请出架 神州数字孙江涛 100万 重泽 红信 苏妍 60万 起点双头 扎力 30万 要选择两位 进入下一轮 我选择那个 孙总和苏总 好 神州数字孙江涛 苏妍 进入下一轮 马上进入 终极谈判环境 30秒 开始 相信年轻人的激情 相信年轻人的活力 也相信他们的观察 是因为相信 所以愿意参与 虽然我们没有给到 你想融资的那个额度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方向还是值得研究的 我之所以愿意往下走 就是希望多跟你的团队 能有一些更多的了解 这样让你也能 多了解一些 我们这个投资机构 这样的话 看看我们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是否有机会 能帮得上你 祝战嘉宾 三位给开价的 其实都挺让我感动的 我相信他们 更多地看的是这个孩子 正像他们说的 其实这个项目 真的现在很难让人出价 我还是向你建议孙江涛 因为我知道他不止做投资 他还是一个 很好的创业教练 他带了很多年轻人 和他一起成长 第一个刚才苏总说的就是 他认为可以做定制的 一些定向需求的开发 别人有什么需求 然后你们来定向地做 然后其实孙总他讲的是 像中小学的那种实验仪器 使用模式 是一个长期服务的过程 如果你非要我做一个选择的话 我大概可能从钱这一块来做一个选择 来 现场的观众 如果你们现在就是20岁 有这样一个和投资人合作的机会 这两位投资人你选择谁呢 请投票 苏妍反而领先快20个百分点 也许他们都愿意 作为创业者个体 被投资人关注 但我相信这个项目 你也是花了心血的 那两位的这个态度都很真诚 选择跟谁合作 就是我们助战嘉宾的建议 要综合考虑 现在先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五秒钟倒计时 告诉我们跟谁合作 计时开始 选谁 我选择孙总 恭喜孙江涛 谢谢苏妍 每周五晚上21点48分 创业英雄会会准时地 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跟大家见面 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 官方报名方式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了解我们节目最新的资讯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 找到我们的电子报名表格 这个舞台永远属于 有梦想的创业者 和有实力的投资人 今天晚上的三个项目 三位创始人 哪个项目或者哪个人 给我们现场的投资人 和助战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基石 我觉得在刘广财身上的话 他这种冒险的精神 他这种心智的成熟度 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基本的素质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最后一个创业者刘广财 我看到了一个学校 培养不出的能力 领导力和组织力 他能够把三十多个人 不同的学校 用组织结构的方法 搭建起来干一个事情 这是不容易的 我还是觉得 这位大学生是最值得 我们关注的 他非常的镇定自若 很有创业精神 但是他能不能最终 在他的人生中走出来 还是取决于他的事业 和他的意志 今天在场应该 只有一位女性创业者 我应该值得去 说一说他 蓝家平 在他的这个创业过程 我看到他的财务数据 和他的在场的这个表达能力 和他的逻辑思维 我觉得他是一个成熟的这个创业者 也有成功的这个经验 印象深的是 春牙学堂的蓝家平 因为他不光是做一个商业项目 他真的是在做教育 把焦和玉结合起来 他的玉的成分和比重也很大 这是现在这个考验里头 很难能可贵的一股力量 张检是年长时候的刘广才 刘广才应该是年轻时候的张检 看起来两个小伙子年纪差不多大 但是他们相差13岁 我相信经过岁月的磨练之后 这两个共同具有创业基因的人 他们的成长道路会殊途同归 今天创业者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蓝家平 我觉得在中国的大地 实际不仅仅需要这种爆款 同样也需要最接地气的那些项目 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涌现出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